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切 放大了今生我老回 只为救我三三杯 放大了今生我老回 只为救我三三杯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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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马困惯要是发仓派 要留没命在人间 一位救命三十杯 放大了今生我老回 只为救命三十杯 雷腾雷炮是你杀的吗 不是 是谁 不知道 我会随你去查明真相 如果我查到了雷腾雷炮是你杀的 我一定杀你为兄弟报臣 我一定杀你为兄弟报臣 从今以后 我的所作所为 我批李堂无关 卷哥 走 我们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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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我这里不需要你 回去 你不听我的话吗 我是去死 我也去 你就当我不存在 不行吗 那一片欺民的烟熟 就是雷家庄 这一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 我把霹雳塘丢下来 雷家庄 请受我雷卷三拜 雷家庄也曾培育我 是我初识学艺的地方 对我有养育之力 也是我意外 你不是霹雳塘的人 那已经不是你出世的地方 谁与你同拜 你起来 请你儿子 此故难全 山落分明 相对苍蝶 好难而今生不后悔 举杯酒落他三百倍 除了雷家庄 去哪儿 过城关 去青田镇是微标局 与马困乱 要放沧海 要留被冥在人间 你比在京城的时候瘦了 是吗 可能脾胃不太好 你脾胃不好 只有心好 我知道你不用说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你有暗中帮助七少生逃脱了 传说我表格黄金灵的金戈铁马 很是了得 你一档百 一百档万 冲起来更是难以抵挡 你能在他们的铁蹄下 帮七少生逃走 又不入魂境 一定是件很难的事情 再难 我也要帮他 我知道你会 七少生冒险闯了一家庄 显然是要去神威标局 投奔好友高风亮 黄金灵已经知道 七少生再遇险 我更难以帮他 不否认 就等于末日 他真的去了神威标局 我就在碧京的城关杀他 一定要赶在铁手之前 以向你把事情办理 向彦宁说服皇上 下指命四大名部中的铁手 前来抓捕七少生 眼下 铁手已经封锁了方圆百里 大大小小的关卡 打算像在鱼缸里捞鱼一样 捞七少生 是吗 没有人能逃脱 铁手的追捕 我又让向彦失望了 不会的啊 西昭 父亲他一向很看重你的 黄金灵让你看到 我那副样子了 没有 还是看见了 七尺大人 你先自己回连运寨 后来 我去吃łyство uh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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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姐姐 我能找到七大侠 我在他身上洒了紫禁粉 只要跟着这些蝴蝶走 我们就可以找到七大侠 我们去告诉他 铁手收了关卡等着他 让他不要走城关 大嫂 我们迷路了 去青田镇要过哪个城关啊 去青田镇就一个关口 从债往北十几里地就到了 谢谢大嫂 大嫂 姐姐 小玉 你这是干嘛呀 赶车总得有赶车的样子吧 走吧 请问小姐 咱们能搭车吗 不行 我们不顺路 我们还没说去哪里 你怎么就知道不顺路 咱们搭车 走 适量 咱们 skir 图 咱们 乱 随 分 福 ス 此 平 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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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2 3 5 5 6 6 8 5 5 7 6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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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0 11 不打了 就算打得过你 也打不过你们三个人吗 他是谁 他叫小云 被秦郎抛弃了 我们正准备带他回岁云渊 他已经答应了 愿意做咱们岁云渊姐妹 小云 姐姐 其实 我是岁云渊毁诺城的一个仙子 这回是私自逃出来的 我们毁诺城城主吸红泪下过禁令 所有岁云渊的女孩子 只有在找到一个真心爱她 可以为她去死的男子时 才可以离开岁云渊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岁云渊 那叫我怎么找到自己真心喜欢的男人呢 于是我偷着离开岁云渊 走啊走啊就走到了京城 然后 就遇上了姐姐你 对了 他们三个呀 是我们毁诺城城主派来抓捕我的仙子 阿子阿碧和阿琼 是好好地做人家的始为丫头 我收留小玉 名为主仆 是为姐妹 小玉 你擅自出岁云渊 余期不归 赶快给我们回去 接受城主处罚吧 你放心 到时候我们会帮你求情的 小玉 你就不要再逃跑了 能不能让我去帮一个人 帮完了 我一定和你们婚岁云渊 帮人 真的 如果你们不信的话 你可以问婉晴姐姐 我们真的是去帮一个人 她要去清田镇神威标局找人 刚好要路过前面的城关 可是 她还不知道铁手正在那儿等着抓她呢 我们得赶紧去告诉她 她什么人 竟然惊动斯大名簿里的铁手来抓她 知道了 是七少商 我们三个已经找你多日 知道现在江湖上被追杀的 除了七少商还能有谁 对不对 是她 七少商可是咱们城主 一直要杀掉的大仇人 我知道 大仇人也罢了 还是我们城主的复兴人 我不管 人家救过我 我当然也要救人家了 她为了救我 连命都不要 我救她 也不会要命的 既然是咱们城主的大仇人 要让别人杀了 岂不可惜 不如让咱们杀了 咱们城主 正是因为七少商对她屡次父亲 迁怒之下才立下禁令 我们应该替城主杀掉父亲人 七少商 对呀 为城主报仇之后 希望城主能欢喜之下 废出禁令 咱们岁云烟的女孩子们 也可以重新获得自由 小云 你去不去 我们去杀一个人 我去 我们走 小玉 小玉 早知道我就不用紫荆箱了 小玉 你先别着急 我看这样吧 你先在车里运功解学 我来驾车好吗 不过 你得告诉我怎么走 跟着那些蝴蝶走就可以了 我来驾车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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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姐姐姐 晚清姐姐 晚清姐姐 你没事了吧 我没事了 你怎么了 前面就是城关了 我也该回去了 我不能和你一起去 为什么呀 婉清姐姐 如果你不想去的话 我就一个人去好了 办完事以后 我再来找你 行不行 那你自己千万要小心 快去吧 各位仙子 有什么事 你真厉害 一眼就认出 我们是遂于冤的人了 吉少商 我们城主有话带给你 不过只能跟你一个人说 卷哥 我过去一下 你别劝 仙子 有话请讲 我们得到消息 特地来告诉你 铁手来抓你了 就在前面的城关埋伏着 你们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城主得到的消息 多谢你们城主 及时相告 你不用信我 我们来是要杀你的 替城主报仇 老邦 沈边 你们住手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卷哥说得对 经验以前威力惊人 好连公子 何必再隐瞒身份 你是好连春水 你 你就是击手商 果然英雄气概 难怪他会 还是好连公子好身手 那还不是趁人之威 占了你们的便宜 你为什么难被女装 还不是为了 经碎云渊建你们城主 总算不用再办女儿装了 一路好生难受 只要能杀了齐少商 为西红渊血了恨报了仇 自然能博得她一见 碎云渊俗称女儿国 号称冰清玉洁 没想到竟会和这等江湖小妖 撕混在一起 雷卷 你说话再这样没有分寸 修贵我们对你不客气 原来你们早有防备啊 既然知道你是小妖 怎么会不防着你做妖呢 我改主意了 改什么主意 我要自己一个人杀了齐少商 没你们的份了 为什么 我自己一个人杀了齐少商的话 功劳自然是大些 要是和你们一起杀 我怕红雷 还是不让我尽碎云渊 三位姐姐 不要生气嘛 我对你们城主 是一肚子的委屈 一肚子的 相思 我这么做 实属是为了见她一面 以为我的相思之苦 就算你闯进了岁云渊 你是男子 也一样要死 擅自闯入岁云渊的男子 都要死 只要能见上红雷一面 死又有何方呢 我说你好不知羞耻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 你真是个不男不女的妖怪 我就是小妖 真心表白 有什么说不出口的 三位姐姐 你们就不要跟我抢七少商了 好不好 我实在不愿得罪碎云渊 而且更不愿得罪西红雷 在场的 没有一个是我的对手 七少商是我的 谁也不要跟我抢哦 小妖 你别狂妄 放马过来 我们两个 可能谁也打不过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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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陪你走怎么样 好 来 走 走 等我 没事吧 没想到我七少商 一心为别人 今天去受伤位置心灵再隔 打当家的 他们都是些江湖蜀卫之人 不要把他们放在眼里 你先休息一下 我再陪你走 好吗 你们都不要打了 一会儿顾西照他们追来就麻烦了 你 你 蜒雷俊 我让你去 先杀了他们三个 你说好不好 杀了他们 谁和我联手阻止你杀其笑伤 好 那我先杀了你 三位姐姐 我看 咱们还是先除了这个兽肝子 咱们再商量 好 杀了我 他们又怎么能对付你 你们都不要打了 你们大伙像猫抓自己尾巴一样斗来斗去 这有什么用啊 你们互相牵制 谁也杀不了谁 还打什么呢 我有个主意 既然现在谁都杀不了我 就带我去见西红雷 让他来杀我 反正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和他的事情 就带我去碎云渊吧 你们这谁愿意 都可以跟去 要是路途上 你们谁有机会杀了我的黄王 也算是谁的造化 你们要救七少商 不能去碎云渊 阿比姐姐 你能赶走雷卷他们三个吗 他们如果不让你带着七少商 你能带走他 雷卷大哥 你们现在也就不走七大侠 倒不如像七大侠说的那样 大家一起去碎云渊 一路上看自己的造化 看谁先得手 好了 同意的举手 好 我同意呀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我同意 我同意 顾诗赵随时都会追来的 好 没想到我挖苦的话 他们都当真了 哎 七少商 哎呀 也真怪了 你被人整得这么惨 还气定神贤呢 我好怜春水 从来没有羡慕过谁 也就是你了 一年前 我误闯了碎云渊 见了西红泪一面 不知道 见到她是我的幸运 还是我的不幸 不过 我时常想 当初还不如 被她一刀杀了流失 如果你真的要这样死去的话 那算什么 算是死得其所啊 以你的大好身手 如果能为国为民的话 定能有一番作为 可惜呀 你却为情所累 自甘堕落 被人称为小妖 被武林同道耻笑 那你说最光明正大的事情是什么 天底下最光明正大的事情 就是两情相悦 为情而生 为情而死 有什么可以被耻笑的 可笑的倒是你们这些豪杰侠士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 为了什么而活着 原来你不止是小妖 还是情圣 说到英雄 我好连春水才是英雄 说到情圣 西红蕾才是情圣 他不会杀他的 谁不会杀谁 西红蕾不会杀七大侠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还爱他 你又怎么知道 如果不爱他 又怎么会杀他 如果还爱他 又怎么会真的杀他 心里如果装了一个人 别的就什么也装不进去了 那他也不会杀我的 他又不爱你 怎么会杀你 是啊 不爱哪来的恨 正因为七少少是他最爱的人 心中不可替代的人 他才有杀的 他是不会让别人杀了他的 谁要是真的杀了七少少 他一定会杀了那个人 为七少少报仇 我杀了七少少 他一定会杀我报仇 他就会找我 多谢 多谢公子为我解学 七少少 你的命真好 真是小妖 三位仙子 现在七大侠学到一解 你们不是对手哦 我们和小玉可是姐妹哦 我们其实也下不去手杀七大侠 不然的话 我们在出手点七大侠学的时候 早就杀了 为了我们成主 我们不怕死 可是 我们还没杀过人呢 你这次遇险倒也有趣 莫名其妙地被抓 稀奇古怪地被放 卷哥 卷哥 不要忘乎我了 我们这就去青田镇审危标局 没错 只要找到高风亮 就可以弄清李灵的秘密 再过半个时辰 你们学到字节 告诉姐姐我很好 小玉 你先是私自离开碎云渊 现在又放走城主的仇敌七少杀 城主这次肯定是不会放过你了 那就不要告诉他们 就说没有见过我 我保证事情一聊 我一定会回到姐姐身边的 好不好吗 好不好 好吧 可是你得记得早点回来啊 好 我知道了 好 都给我刀出鞘 剑上弦 鸡笼子盖好 狗洞塞好 过往行人 一律盘查 那一辈子 就能让你走了 雷探主 怎么样 其他三处关口也封闭了 戒严三日 方圆百里被他们重重包围 所有的官兵捕快 牙医都在缉纳我们 娟哥 是不是还有更坏的消息 是的 我仔细打听了 铁手这次出京 真的是为了抓捕你 戒严三日 把你困在这范围内走不了 这些时间 足够铁手找到你 遇到这个人 逃也没有用 总是鬼神 也逃不过去 连四大名捕都来抓捕 还有什么好说 当大家的 这个铁手到底有多大本力 无所不可 江湖相传 铁手也有他做不到的事情 一 不能让人凭空生爱 二 不能随意杀人 三 不能让死人 好大的口气 可都是真的 铁手 它是个神话 是个不可战胜的神话 从来没有人 没有逃脱铁手的坠 实在可惜 顾西章 也耗尽我的内力 否则 我倒想与他一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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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铁手越来越近 不走也不行 要是不再被铁手找到之前出关 恐怕再来有机会去青田镇了 怎么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大甲 回去休息吧 明知道报仇血缘一定要见到高风亮 但是我们却被困在这里一筹莫展 我已经感觉到铁手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谁 你怎么又跟来了 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我们岁云渊西城主延迟了一个大风筝 名字叫双飞翼 可以带人飞行 天底下有这样的风筝 当然有了 当年鲁班就是看到空中盘旋飞翔的摇音 突然之间备受启发 于是就消逐为摇 称为竹摇 据说竹摇可以上天三日不下 还用它来窥探军情呢 西城主聪明绝顶 他的双飞翼只怕鲁班都比不上呢 我也会做 真的 大老家 我们要是有这么一个双飞翼 不就可以飞出重围 摆脱顾西招和铁手了吗 小鱼姑娘 你真会做这种可以带人飞行的风筝 真的 做风筝最大的讲究就是 扎胡画放四个字 我说 你是胡风筝还是做双飞翼呢 双飞翼就是大风筝啊 这个扎要达到对称 左右吃风的面积相当 你得找到每一个竹竿中间的地方 应该说不是长度的中间 竹竿一头粗一头细 重量不是平均的 你要找到每根竹竿重量的中间位置 扎起来才对称 小鱼 这能行吗 行不行试一下就知道了 七大侠 要顺着风 随时调整体现的角度 现在的风速刚刚好 等等 等等 大大侠这个还是让我来试吧 你 我来 好 是转这儿吧 嗯 大大侠的 我要飞了 老爸 千万相信 我飞了啊 飞起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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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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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你没事吧 没事 大方家的皮肉伤 扶他起来 我从来没有 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过 刚才我都觉得到云端里了 看来这风筝不行了 小玉 你们心中真的有可以带人飞起来的双飞翼吗 真的真的 我没有骗你们 双飞翼上下有机关 齿牙错合 乘坐的人只用两足机板 双飞翼就能飞起来了 这么复杂 那你到底会不会做这个双飞翼啊 我没做过 不好说 反正我们西城主造双飞翼 用了三年的时间 我们才用了半天 你 你 你 三年 你半天就 啊 大愣着 我差点就见不着你了 我怎么没摔死啊 谢天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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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当时一点都没想那么多 我是看到七大侠那么发愁 想给你们一点希望 才假装说我会做的 小玉姑娘 碎云渊是不是真的有可带人飞行的双飞翼 真的有 我姐姐对我说过 只要乘坐双飞翼 从碎云渊积雪风上飘下去 就可以飘出关外五十里 你姐姐是不是吸红泪 嗯 卷哥 看来现在只有 孤注一掷了 你早该去碎云渊了 好吧 去碎云渊找西红泪吧 你说你手中 要再说再见 为何不把青丝 你当两断 你说你手中 有赞重的结 为何不把青丝 一刀两断 为何不把青丝 任我看 冬川日处 任我往西楼无缘 春临归来无消息呀 春临归来无消息呀 大夜难去北明月 你说你手中有赞重的结 为何不把青丝 为何不把青丝 一刀两断 任我花伤心的美 任我操流泪 王瓶 初见 採凌云渠 智商 大一大小 黄巳拍摄 是爱是恨是缘 你是一只舍向我放心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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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只舍向我放心的天 是一只舍向我放心的天 是一只舍向我放心的天